HELLO 大家好 現在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在地盤上我們用什麼車去做什麼重貨的作業 目前來說我們會用這個歐洲品牌的車隊 Scania 牌子的車 最大的拖櫃吞數可以拖到44噸 我們來看看 頭輪 第一扇 第二扇 只是這個頭可以拖到44噸重 以我們今次的Case為例 我們是放到22噸重 地盤是低不平 有些路陷的情況 所以這次用的一般錯位車架 是我們叫做12個輪的車架 這個車架每邊有6個輪 外邊一個中間一個 中排 尾排 兩排車架 就是剛才12個輪 為什麼要12個輪呢 有些輪只有10個輪 來到地盤就會瀕波得很厲害 如果用12個輪就會攤勻力度 選擇在地盤用什麼工具 我們每一部分都會很注意 大馬力的車 長的車架 12個輪的車 如果我們的貨物 加起來多過30公噸的話 香港政府都有重量限制 所以我們不能隨便拿一個貨櫃車拖 在這個情況下 你又要問問我們 我們就會拿特種車去工作 特種車可以拖的重量 更加長更加高更加重 所以有本地運輸 地盤作業 工程物流 歡迎找我們添成物流 多謝